近年来,在网络流行一个说法,光西是抗战时唯一没有出过汉奸的地方,此言不实,抗战中,第二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的牺牲,就是与汉奸的指引有关系。 此事的大致经过如下,1939年11月,日军进攻广西南部,第二军奉命开到了广西滨阳南,接替第五军的昆仑关阵地,全军与日军熬战二十多天,聚守雄关,日军无法进攻,日军建九宫第二军阵地不下,于是改变进攻方法,派一个支队绕道至滨阳,并一举攻下滨阳,这一招直接威胁。 第二军的阵地测备,随后,宾阳之敌配合正面之敌对第二军发起强攻,第二军父辈受敌,孤军作战,只好于1940年2月3日,器官沿着公路撤退,日军见状,立即发起追击,且用大炮轰击,飞机引来轰炸,第二军猝不及防, 指挥系统首先被敌机轰炸打乱,官兵在田野里四下逃跑,军长李延年身边也只有几个随从副官为士,在溃乱中,第九师的师部也被日军冲散, 参谋长邓昭和副师长夏德贵去向不明,日军步兵发起冲锋,骑兵也四下砍杀,天上敌机轰炸,远处的大炮不停地炮击,国军一时之间死伤转戒,溃不成军,官兵在乱军中溃逃,最惨的是负伤的那些官兵无人照管,轻伤的忍痛随着乱军逃跑,重伤的官兵跑不了, 只好躺在地上,任由追击上来的日军杀戮,师长郑作民阻拦不住溃兵,只好自己带走最后面,安抚负伤的官兵,并且督促溃散的官兵迅速归队,随后,惨剧就发生了, 据第二军第九师,二十七团义营少校营长锦云祥回忆,不料他的行动引起了丧心病狂认贼作父,的汉奸们的注意,当敌机临空侦察,并未随溃逃的部队狂轰烂炸时,砸在溃军中的汉奸不时发射信号弹,向敌机指示目标,当时长行抵一举摇时,附近即出现很多打黑不散的老百姓及汉奸, 其中有发射信号弹的,也有向天空照反光镜的,敌机遂及中向破窑促冲,轰炸,扫射,此时郑市长一行数人证隐蔽在破窑中,敌机退去后,再也没有看见师长的行踪了,越贵前殿抗战P281,中国文史出版社,1995年版,军长李延年一听证作民失踪其可能被敌机炸死,大发雷霆, 则令副市长夏德贵,一定要派人把他找回来,否则军法从事,这下可把夏德贵吓慌了,急派人四处寻找,终于在破窑内找到一具个子矮胖的尸体,经过辨认为郑作民的遗体,把他运了回来,郑作民的牺牲,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。 事后,军委会下令取消第九师翻号,改为吴明师,副市长夏德贵纪大过的处分,从杰云祥的回忆来看,郑作民的牺牲,与汉奸未日记一路只是有关,逼娘就是广西的,所以,抗战中广西没出过汉奸,是不实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